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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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帶著四名朋友氣衝衝來到台南這間汽車旅館 當場目睹開賓師車的男子 載著女友進入車庫 趁著鐵門還沒拉下 要對方下車 白衣賓師男一打開門 幾個人衝向前 氣得要毆打他 穿短褲的女友在旁邊急得跳腳響 阻止被男友朋友給擋下 這起發生在台南聚眾鬥毆 正牌男友掌握 女友跟小王開房間 氣得把人給打傷 糾縱五個人來打一個人 所以說我們警方立即派遣行李到場 一直打電話報警警方來了 朋友穿全身黑衣穿著假假托 口徑一致就是要幫朋友出氣 而穿著灰色上衣的就是正牌男友 他拿著手機來回逗部 他跟女友拿同款的手機 根據定位系統 掌握女友跟賓師男在安平區某間摩鐵 帶著四名朋友衝到現場 人髒巨貨直接殴打對方 眼睛都給打腫 目前沒有婚姻關係 這個我們界定是懶女糾紛 正牌男友加上四名朋友五打一 被警方以妨害秩序罪送辦 雖然必是男士後聲稱 兩個人只是喝酒不生酒力 才會找汽車旅館休息 但這理由正牌男友恐怕不會接受 三天王少宇宏屬豬 探討報導